几点半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你准点开了 演播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大洋 大家好 说什么是幸福 每天早上拉开窗帘 在阳光里边舒舒服服的伸个懒要 这就是幸福 推开窗户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这也是幸福 这幸福太便宜太容易了 生活本该简简单单 太太平平安安静静 这就是幸福 今天的说法板块 要说的是一起血案 一起发生在早晨的血案 生活五彩又斑斓 和谐相处并不难 朋友间 邻里间 父子间 婆媳间 兄弟姊妹走里间 家长里短长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理不知找谁变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师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白皮说馅老实话 有情有理有说法 大家好 在下就是老实话 有说法的大海兄弟 前段时间河北省龙化县发生了一起非常恶性的持刀入室抢劫案 被抢劫的对象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董收藏家 现场惨烈 血流满地 惨不忍睹 入室抢劫的人是谁 和古董收藏家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一时间当地人也是人心惶惶 警方顶着巨大的压力 展开了横跨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的千里追凶 当时我一直感想这案子不那么太乐观 这个案子不是说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随意的 它应该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和预谋 当天早上八点多 住在河北省龙化县某小区五楼的郝大哥一家正在吃早餐 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声音 就听楼上咚咚咚咚咚来回响 喊救命 杀人啦 救命 郝大哥的爱人想出门看个究竟 没想到房门刚刚打开 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凶险 看着一个人拿着刀子拽着楼上主人 楼道里一名持刀蒙面的歹徒 正劫持着楼上居住的邻居颜某 见到郝大哥的爱人 歹徒突然对他发起了攻击 一刀背 我老伴就打在那个出门口那个地下 过来以后他拽了我踹了我一脚 把我也踹着就坐在那地下了 门外的动静惊动了屋内郝大哥的儿子小郝 赤手空拳的小郝也赶了出来 搏斗中一名歹徒把匕首刺进了小郝的胸膛 可身受重伤的小郝仍死死拽住歹徒不肯撒手 这场殊死搏斗的现场就位于郝大哥所在的五楼和被劫持的邻居颜某家的六楼之间 案发当天早上 阎某的妻子像往常一样收拾房间 儿子小颜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阎某则准备出门上班 就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危险突然降临了 蒙面的这两位正常的刀子 还没等阎某回过神来 锋利的刀刃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另一名同样持刀的歹徒则冲进了房门 后来进去那边看着我儿子在那屋里 他就冲他去了 架桥小颜的房间连着阳台 小颜快速跑上了阳台 持刀歹徒紧随在后面 阳台的另一头连着主卧室 颜某的妻子正在收拾房间 听外边有人喊 说你想干什么 然后我就出来了 以后我就看有一个蒙面的歹徒 我拿着刀子在对着王老公 王老公就一步步往后退 然后我又往这屋一秒 就还是有一个人在追往儿子 颜某妻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呼救 她一边喊叫 一边冲出家门跑向楼下 见到有人跑了出来 追砍小颜的歹徒 又转身去追砍逃命呼救的女主人 我就是刚一出门口 她就已经拿刀子 就在我背后就追着我 她马上就要到我跟小颜 搏斗现场从六楼转移到了五楼 歹徒冲下来追赶颜某的妻子 另一名歹徒也将颜某劫持到了五楼 就在这时 两名歹徒遇到了健毅勇为的好大哥一家 师父我们就不知道楼上还有多少人了 也不敢再追了 说现在不能再追了 马上都撤回来 把门插上 在这儿报的警 一个普通的早上 竟然突然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事 无论是被害人颜某 还是楼下的邻居好的哥 都被吓了一跳 谁经历过这场面呢 那感觉就跟电影里一样 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眼前了 当地的公安部门接警之后 警察火速赶到案发现场 案发地点位于县城闹市区的一栋普通住宅楼里 案发单元楼梯口有一条明显的低壮血迹 除了血迹 警方在五层楼的楼道里还发现了一顶帽子和一个黑色塑料袋 袋子里边是一卷宽胶带 一条长长的尼龙绳和匕首 到底谁是凶手呢 他们对颜某一家下手的目的到底是屠材还是害命呢 或者是有什么更深的目的 由于过度惊吓 受害人严某和妻子根本说不清歹徒的体态样貌 这让警方一时间找不到有效的破案线索 根据现场判断 歹徒蒙面持刀 趁受害人上班时夺门而入 说明他们对受害人的生活规律非常了解 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他自己搞不清楚 最担心的是怕是得罪人了 被其他人雇凶或者其他什么 对他们人身要进行伤害 整个楼道从墙壁上扶手上和地面上 都留有比较连贯的那种低壮的和擦蹭的血迹 分一判断应该是犯罪嫌人 在搏动的过程中应该是受伤了 歹徒逃跑时 沿着楼梯留下了一条清晰的低壮血迹 这说明歹徒也受了伤 低壮血迹沿着小区的道路延伸了二百多米 到小区外突然消失了 警方经过仔细观察 最后的几滴血迹旁边 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停车痕迹 而旁边的住宅楼距离地面50公分的墙面上 又发现了灰洒状的血迹 这个嫌疑人呢 因为在现场已经受伤 这个流了很多血迹 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到底伤的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通过血迹看 应该伤的比较重 因为停车场附近没有公共场所视频 所以只能通过遗留在停车场的血迹和车辙 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警方调取了案发时通往案发小区路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在众多来往的车辆中 发现一台车辆非常可疑 不见不平也省猴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 你这是又要对哪个姑娘下手啊 咱可不是那样人啊 我这是要出手加入大海热线会员了 这事我谁没说呀 他咋知道加会员的事呢 哎 那个大海热线会员是干嘛的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能抢红包能赚钱 能搞对象还体面 看来他已经掌握了流量密码 这这这点福利呀 我当多大个事呢 我跟你说 目光你要放远点 这点小福小利的 跟我的身份它不匹配 哎哎哎哎真把自己上班了 你要啥身份呢 你不就平头老百姓 九块九买所有要不要 遇到困难要帮忙要不要 美食美景共分享要不要 要 要 想听梦 说 你咋知道的 这有啥可藏着掖着的 看见这个二维码咩 你扫就完了 全省人民都知道了 有这好事可得分享 赶紧转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等他们加入会员 你们都正在抢包皮 还合计啥呢 赶紧转发吧 说 持刀入室伤无辜 满地鲜血挺恐怖 这是多大仇多大愿呢 这个小伙儿住酒店 WiFi信号全不见 他是谁 有啥魔力 田领大一相助沈阳大叔 见面之后 却因为一个习惯陷入尴尬 俩人最终能相成不 甭管天气啥变化 窗前大雨哗哗下 谁这么有病呢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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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羊奶粉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和谈喘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可谈喘老曼之 还没好 老曼之可谈喘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 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警方调取了案发时 通往案发小区路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在众多来往的车辆中 发现一台车辆非常可疑 出了案发现场 就是一个红灵灯 他把那个红灵给闯回去 而且是他前面有一个车 他从那个车的右面直接超车过来 强行右侧超车 违规直闯红灯 警方推测 这辆车可能就是歹徒驾驶的 而闯东车辆行走的路线 直通案发地北侧的围场线 可是警方查看了所有交通卡口的视频 也没有找到可疑车辆的影子 这台嫌疑车辆突然消失了 与此同时 另一路警方在案发现场周围排查 一时也没有得到线索 虽然案发在上班时间 但是天气较冷 小区出入的人员并不多 没有人注意到两名歹徒的出现 这让警方感到了案件的非同寻常 他们发现案发的单元楼为一层一户的楼形 受害人住在最顶层的第六层 处于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这样的地形 两名歹徒如果将受害人一家堵在房里 很难被楼下的住户发现 他们作案的目的就会得逞 除此之外 受害人的身份和特殊爱好 也让警方感到有些棘手 从受害人这个角度讲 这个受害人在我们县殖民度比较高 社会影响比较大 在当地人眼里 受害人严某收入丰厚 而他还有一个收藏古玩的爱好 没事就上古玩市场去溜达 有些箱中的东西他就买 这个当时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要交往很多人 我因为我觉得别的什么事 我没有得罪过谁 我觉得人家办什么事 我觉得可以等说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杀身之祸 就连受害人自己也不清楚 案件的有效线索几乎为零 警方发现 选择男主人早上出门时作案 是嫌疑人经过谋划 早已设计好的 受害人夫妇都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 儿子在外上学很少回家 因此家中平时只有两个人 受害人的儿子在家里 这完全出乎歹徒的意料 因而分散了他们行凶抢劫的注意力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破门入室他是进去的 所以他算得也可以说挺进去的 就是等着你上班这个时间 你一开门 他往屋里一出 完全可以控制住 杨洋军和他起过这两次 但是他们没想到什么一天 杨洋军他 杨洋军的儿子在家里 他煮光恶性非常大 危险性和不可预见性 都是很强的 一起光天化日之下 持刀入室行凶的案件 在当地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这一次却确确实实的就发生了 咱们想一下 如果被害人阎某的儿子不在家 楼下好大哥没出手相助 那么阎某两口子的处境相当难以想象 不久以后负责沿途追踪的警察传来消息 他们在查看了海量的交通 资料之后找到了一辆 与在龙化县闯登的可疑车辆 外形相同 牌照不同的车 那么这辆车会不会就是嫌疑人驾驶的那辆 案发现场附近闯红灯的可疑车辆 前排座位上有两个人 与监控中的这辆车一模一样 而且遮阳板也全都被放了下来 连挡风玻璃上的三个年检标志都完全相同 从这些细节中警方判定这是同一台车辆 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辆车在龙化闯红灯时悬挂的 河北牌照为假牌照 而在尾场线悬挂的猛地牌照 却可以查出车主的信息 那么这辆车的主人是谁 他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呢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车主的嫌疑就比较大 警方通过追查车主发现 这辆猛地牌照的车主是河北成德市人 车主将车辆委托给一家 汽车租赁公司经营后 就远赴山东工作 而在案发前 乘租这辆车辆的人竟然不在成德 也在山东 安万琪用的她的身份 身份证 电话都是她 一了解的安万琪案发当日 她在山东打工 她还没有回来 然而 虽然车主和乘租人都在山东 可租赁担保人李某却在河北成德 后来经过她的回忆 说这车是使安万琪的身份 但是实际开走的车的人是李昌亚 在案发前 这位担保人李某曾经多次与另外一名神秘男子驾驶猛地牌照的汽车 往返于距离成德60多公里外的案发地龙化县 警方随即调取了龙化县城所有道路的视频资料 终于有了更大的发现 单看跟踪这一块 跟踪亚军找到亚军家住在那块 看着亚军下边了走了 他们躺后边跟着 其中一个人从车下边走着跟着 另一个人在车上开车跟着 我们判断这个车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到龙化来踩点 这时负责走访调查的警察 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还是和租车担保人李某 以及那位神秘男子有关 在案发前 他们曾经多次出现在案发小区 跟踪一下就是 他们第一次是跟到这小区 跟到这个小区的大窟口 没敢往前跟 然后第二次是从大窟口那个 大窟口蹲着 看下阿俊进到那个小区里头了 从侧面进小区里了 然后第三次 他们就在这小区里等着 看下阿俊下边回家了 上这四单元了 进那四单元了 虽然作案时歹徒戴了口罩 但李某的主要特征 还是给受害人阎某的儿子小颜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某极有可能就是歹徒之一 与此同时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也得到确认 此人姓于龙化人 调查发现 此人与受害人阎某相识 犯人怨心是龙化的保证 曾经还跟那个被害人吃过一顿饭 但是被害人已经不属于他 通过视频画面 可以清晰地看到 犯罪嫌疑人的车辆逃跑的方向 警方一路追寻 犯罪嫌疑人穿过内蒙古 而后进入辽宁省 到达了陵园市 而在这里 犯罪嫌疑人再次失去了踪迹 受伤的犯罪嫌疑人 不可能长时间带伤驾驶 果然 在辽宁陵园市的一家医院里 警方发现了歹徒的踪迹 当时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 跟我们听过说 有两个 口音是外地人来进行爆炸来 他们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以后 就让他们去办中央手续 等医护人员就上别的病行 等再次回来的时候发电压 人已经走了 虽然先后确认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可是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 行踪一直是飘忽不定 第一次犯罪未遂 会不会激发新的犯罪呢 为了尽快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警方推测 所以警方对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承德经常出没的场所 实施了全天候的监控 撒下了一张抓捕的天罗地网 很快警方通过承德一家 外卖餐饮店提供的线索 顺藤摸瓜 找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临时藏匿的住所 可是当警方来到这里时 嫌疑人早已人去乌空 不知取向 在布置的监控区域外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 在那个方向盘 还有驾驶员这侧的车座上 那个地交上 还有车门上 都发现大量的血液 虽然有当地警方的配合 但龙化的警察 由于对承德氏的情况不够熟悉 因此 这场紧张的抓捕行动没有奏效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再次逃逆 他在凝处 我们在暗处 如果我们摸不出来 他的去向怎么办 所以 而且反倒暴露了我们自己了 所以我们果断做出个决定 第一 留上一组精感人员 在市里继续目标他的撤回关系 另外人员撤回 不出所料 两名犯罪嫌疑人开始有所活动了 内蒙古通辽警方传来情报 两名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通辽市区 据通辽警方提供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曾经在八小时之前 出现在通辽某居住小区 警方发现每到用餐时间 一个楼道里总会出现一个十七八岁 首灵盒饭的少年 他每次进出都时间比较固定 而且都是买两份饭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 少年除了按点送饭 还购买过纱布 止血棉 消炎药等医药用品 可是少年究竟进了哪个房门呢 不敢开靠近这个孩子 那我们就只 当我们走到二楼的话的时候 这小孩就不知道去哪家了 不知道他是去三楼了还是去四楼了 而且就是说哪个门咱也不敢去 吃饭这个时间 发现那个小男孩出去了 买了两份快餐饭 然后回到房间之后 灯里亮了 然后咱们监控的房间屋 再没有人员出来 警方确认 房间里应该只有两名犯罪嫌疑人 和那名送饭的少年 这是一个绝好的抓捕机会 可是是否能够抓捕成功 也考验着警方 凶残程度要大 另外他是不是有枪 或其他什么兴趣 咱们不找 当时非常担心 在抓捕过程中 他对咱们民警 是人身攻击 晚上7点 警方做出最后决断 立即开始抓捕行动 他即使有刀 他即使有枪 他可能还有别的防身武器 总能老是24小时 掐在手里不放 他只要打开门 我们只要比他快一秒钟 我们就是胜利 敲门 房间内长久沉没 再敲 门松动了一下 警方抓住有力时机 冲了进去 我们嫌疑人足足弄了 这个办公室才好 快走 精神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和余某 是因为做生意赔了钱 才密谋对自己熟悉的 受害人严某进行抢劫 可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行凶中会遇到受害人 和邻居的坚决抵抗 和勇敢还击 一时冲动 造成的后果挺严重 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 对人家被害人那会儿 心里有点 咱们说是比较内疚 但是对自己的后果 既然出现了 我会去承担 犯罪嫌疑人李某和余某 本来有着正当的生意和职业 但是遇到挫折了 你看铤而走险 竟然选择了持刀入室行凶 这一犯罪 想想未来结果会什么样 必然受到严惩 这不是傻 这里边得给邻居好大哥一家点赞 及时出手相助 这建议勇为 咱们也得提醒大家 一定要合理 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及时出手去帮助他人 今天这事儿 这正是生意赔钱 行僻静 持刀入室去行凶 不计后果太疯狂 违法犯罪定严惩 如果您在生活里边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难解事 发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赶紧跟我联系 电话是02423187222 您来提供线索 咱们一块来找个说法 我发现大伙家会员的积极性 是越来越高了 又说那话 88块钱的红包 过年可亲友群里也没抢这么多 咱们大海热线 不干拉倒 干就整点大的 过瘾的 这么的还没扫码的老铁们 手机准备好 我要提高中奖率了 赶紧抢红包 开门见喜 马上有理 老三一出现现金红包秒提现 现在拿出手机 就扫这个码 一起来拼手气抢红包 点击左侧拼手气抢红包按钮 按住识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就扫这个码 马上有钱 关注节目欢乐多 今天我是红包哥 来 工作人员准备好 将重奖率调高 让所有抢红包的老铁 都别白忙活 另外我准备一批88元的红包 要抢咱就抢过瘾 哎 您就说我老三讲究吧 抢到红包只是第一个福利 第二个福利 马上就来 现在拿出手机 扫门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号 点击左下角抢红包 进入活动页面 点击右侧 转发继续抢按钮 按住抢红包海报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俩人抢红包 双倍多快乐 再不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您可真就亏大了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政策服务 消费维权 有问题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手机里 随手拍下身边新闻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纳 奖励送上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每周热线福利购 9块9 买所有 大家伙紧盯手机 第一批会员专属福利 限量秒杀 随时开始 一般人我不告诉 所有加入咱们大海热线会员的 今天全场最大红包 88元 都有老三买单 还没加上会员的 都别着急 一会儿咱们再来一波 一点火星 一粒火种 他的一生不足一秒 但足以尝燎原知识 让万牧山林化为焦土 你说这个小伙住酒店 WiFi信号全不见 他是谁 有啥魔力 铁岭大姨相助沈阳大叔 见面之后 却因为一个习惯泄入尴尬 两人最终能相成吗 甭管天气啥变化 窗前大雨哗哗下 谁这么有病呢 做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生意 中医传承 匠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便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伴您健康百年 咳咳咳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 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好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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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冰酒是咱们辽宁本地的特产 还人满族自治县 那可是世界冰酒之都和中国冰酒之乡 你就说怪不怪 大伙常吃的疗风啊巨风啊小蜜蜂 还真就不能做出冰酒来 得是一种叫做威代尔的葡萄品种 经过自然冰冻之后才又有蜂蜜香又有果香 甜甜的冰酒并不是加了糖 而是天然的葡萄糖果糖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三斤的冰葡萄才能酿出来一瓶冰酒 所以说这玩意挺贵啊 本西还人产的这款冰酒 无论是品质还是口感上绝对上奖 但是价格却比市面上的冰酒便宜不少 这市面上一瓶的钱咱们这能买好几瓶 眼下元旦刚过春节即将到来 咱们辽宁本西的特产还人冰酒 绝对是您今年的年货必备 孝敬爹妈送冰酒 走亲访友送冰酒 同学相聚送冰酒 辽宁特产高低不能错过 赶紧拿出手机 撒到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电商助力辽宁本地品牌发展 还人冰酒等您来抢 要说现在出门住酒店 除了考虑到舒适方便之外 还得看网络一般都说 福远 你家WiFi密码多啥呀 不但能够省自己流量 这网速也快呀 可是最近大连的一家连锁酒店 经常有客人投诉 说酒店信号差 电视卡 这生意咋做呢 是房间的无线一批 它要连接到电视 可能跟无线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有它在信号会好 手机的网络信号会好 客人总是反馈网络不好 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供应商 所以说就联系它 导了一下后台的数据 就发现这个盒子的IP总是断线 无线设备房间表配 为了美观禁闭装备 明面上都看不少的东西 咋能断线呢 酒店工作人员实际检查后发现 竟然有十多个房间的无线设备 不见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也会有人拿 因为正常人拿它也没有别的用处呀 因为我们也咨询了供应商 这个盒子不是说到哪都可以用的 它可能一般只有酒店 可能会能用的多一点 民警走访得知情况 专业团队立马上上 通过酒店登机的住宿信息 民警发现 丢失无线设备的房间 都住过同一名姓文的男子 而且还在酒店里住着呢 通过酒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们确定文某还在房间内 经过我们的分析 文某可能再次作案 我们随即对大厅进行布控 文某从那个电梯 步行到酒店大厂之后 我们进行抓捕 抓捕之后 当时神情比较慌张 手里拿着手提袋 我们在文某身上 发现这个无线设备 是312房间的无线设备 然后我们带文某一起到房间内 确认了此设备 就是酒店丢失的无线设备 经调查 这个文某今天31岁 本地人无业 对于为什么要花钱住酒店 挨个房间偷无线设备 文某给出了 让人提消皆非的答案 嫌疑人与他妻子感情不和 被他妻子赶出家门 他在住这个酒店呢 一天晚上大概需要200块钱 然后他在住酒店的情况 发现这个酒店的这个无线设备呢 比较值钱 大概可能值1000块钱左右 然后他就在二手网站上进行出售 大概以160元的价格出售 这样他一天晚上住这个酒店 相当于只用40块钱 所以他每住一次就卖一次 每住一次就卖一次 他觉得比住那些小酒店五六十块钱的那样的 感觉更合适 文某从2021年7月起 17次入住该连锁酒店 盗窃房间内无线设备是7个 涉案金额15000余元 目前文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咋的他拿回家要自己建机站呢 你看以前吧 咱们退房的时候 都让服务员检查一下 这个杯子坏没坏呀 有没有什么消费项目啊 这还得检查一下这无线路由在不在 以后咱开酒店开宾馆的千万得加小信 咳咳咳咳 我就不给你用黄金油 用了黄金油 咳咳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谈效果嘎嘎好的黄金油浇丸 对八新闻板块嗷嗷给力的支持 下楼一个魅柳婶 步步惊心吓丢魂 全靠法应下台机 伸手不凡惊脱身 这难道就是江湖中 失传已久的凌波为步 隔着屏幕都像拉他一把呀 这是哪一步走不好 就直接睡下去 一步错不不错 哪怕摔地头破血流 也要爬进来接着走 楼上邻居有洁癖 衣家天天都清洗 一大盆水往下搅 楼下住户挺来急 这个人是天天 日天 下雪天 一步玩白天 一晚才是泥上面拥有衣服 他都活性不足用水去冲洗他的衣架 我跟他说你一架脏可以用抹布多擦幾遍 他说我就浇水 我就最关心的是 我跟他讲道理 我就说根本没有人这样浇水 人家远亲不如金铃 你这倒好 金铃好似仇人 横梅冷堆沟通无效 一架赶紧了却脏了心 多少水呢也浇不赶紧 海纳百船有容乃大 大叔不慎摔屁盾 回头狠瞪旁边人 说是不是你拉我瞪子了 都多大人还搞这无聊的恶作剧 还不承认不许动 赶得早不如赶得前 旁边的大叔那真是比斗人还远呢 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一时的误会一时的愁 俩人差点没大大出手 你说说 这个屁都是要是没有摄像头 那即使全身长者也说不清了 都说眼见为实 有时候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网购花了七只酒 一台暖风扇到了手 怎料插电没多久 浓烟四起开猫火 我刚好插上了几秒钟就冒入了烟 然后结果就烧了火 吓了我六十五天 该说不说 所见即所得 这台暖风扇的用完效果 和产品效果图那是相当相符 玩笑归玩笑 网购有风险 选择需紧身 大家一定要选择安全合规的产品 安全无小时 适时需留心 反思安全利益 小车故障被拖走 摇头慌脑 四喝酒 劈点劈点跟着走 车窗都跟着打节奏 这车得简直一看呢就有问题 小时还以为是目的不平整 然后放大了看 才发现是那个小车坏 被大车拖着走 小车大车手拉手 今天不醉不罢休 我终于要退休了 各位家人 新一轮的扫码抢红包 马上开始 手机准备好 88红包等您来扫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啊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笔 送前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一码就能得到现金红包 最高可得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炒红包 每天加入消费维权 马力服务 热线福利购 9块900 买所有 正好事 上哪儿照去 记住 就算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一炒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来 你看人家老王 满口就剩两颗牙了 也没像你这么遭罪呀 他靠牙花子吃饭呢 哼 我带他去种牙了 妈亲呢 那得多少钱呢 你有点主视仁的生涩 半口全口牙齿缺失 旧道施杨康米家土墙 极客负重技术 当天种牙 当天就能用 说那有啥用 关键是这个 自言诧意 此言差矣 此言差矣 沈阳康米加口相迎信念诵福利 管他是单客夺客全口班口 告个中押不替 没你想的那么贵 败污秽 有没有一起的 就打这个电话 提我安排专家号 相关检查费用全眠 这个电话专管中押 种植方案合理 技术过硬 几颗种植体 就能归附全口好牙 哎呀节目开始了 别迟到花钱 还得中押呢 说田岭大姨乡中沈阳大叔 见面之后 却因一个习惯陷入尴尬 两人最终能相成吗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还没好 可谈传老曼芝 还没好 老曼芝可谈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下秋两季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新生的注意了 蜜叶被热血红娘盯上了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始终不是压力 收入别再在意 只要不相产 指定最常号 男美娶与你为嫁 见识为美 红娘上嫁 我还是条件老好了 大哥漂亮白 腿上还有牌 不常为自己的 那也看人家都不乐意 是原味 一孩子相亲自己相亲 部分年龄部分地区不上舞台 拔嘴劲咋来 拨打相亲热线02423187222 结合扫码报名 缘分来了 挡不住 快来热线相亲了 热线红娘千红线有缘男女来相见 昨天咱们见证了沈阳副大叔 和铁岭隋阿姨初次见面的场景 这大姨觉得大叔挺干净 大叔觉得大姨人不赖 线头穿针对上眼了 这大游戏 可是随着俩人唠嗑的深入 这傅大叔的抽烟这习惯 让大姨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那么两人之间还有门儿吗 这是隋阿姨 然后傅大叔 扶个手吧 进步进步 看一看阿姨隋阿姨 粮食 然后这是卧室 然后这是那个 这属于小卧室吧就是 这是个小天 那进步吧 你这家丑的家行吗 挺干净 丑的挺 在干净方面你也挺好 虽然说房子不大挺干净 因为一个男人一般他都做不到这样 个头也行 胖瘦也行 身体也不错 我挺满意 俩人处似相见 彼此挺有点远 坐下唠唠家长 大叔的这个习惯 让大姨有点迷茫 还有一样 我抽烟 但是我对酒 一天抽多少 一天嘛 现在差了 我原来开车的时候 一天得一喝 现在是怎么差呢 这个电视不是总播放 几个量的寄烟 说酒呢 不是说不喝 酒你喝点可以 我先给你喝点酒 我不乱要你抽烟 现在量 但是没有 我就对着烟 一闻着这味我就受不了 我就对着烟 那你现在一天都抽几个烟 一天你就抽 要三两颗也可以 没有 我家里抽烟的时候吧 基本是很少 一进入这烟味 自己受不了 你成天给这寻 咱这二手烟受不了 为了身体着想 咱都不管烟 咱也不想吸那二手烟 我这么合地能带五盒左右 要一点点记 一点点减少 大叔态度挺积极 大姨心里挺建议 弘扬立马岔开话题 缓解气氛 唠唠正题 阿姨家是天领的 然后您是沈阳的 就是您对这两个成绩 跨试验有没有什么说的 有没有看法 有看法你就明白就说了 咱整个互相也就 阿姨是执心的 对 我就直接 我不直接昨天的说 说马上就答应 你说我是个什么 阿姨是个执心子 我疯了 我疯了 太太你的天 咱就识乎 笨笨笨笨的 心里有啥就说出来 说我看你哪样都不行 不行就不行 嗯 对 我就本着本着什么呢 只要是在这个辽宁地区都行 都行 一万一一个人走哪哪是家 对 互相待着呗 我那儿也有家 我那儿也有房 也是自己的房子 你说互相愿上 待一段就上那儿待 阿姨也说了 能来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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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来谁要生活 互相来一回 像溜达玩儿似的 上这儿待一天 上那儿待一天 是不是 你也可以到天领待这天 因为都单独住房 都不像说 跟儿女儿一起这不方便 都单独住房 到哪都是这一个人 到哪都是家 到哪都是家 对 这两边到哪都是家 到哪都是家 这个隋阿姨呢 也是挺 就是符合这个 傅大叔那天说的 说双半也有 然后退休工资是2000多 然后这阿姨身体健 身体也挺健康 刚刚阿姨来这一道 看走道是挺麻利的 也没啥大毛贝 我刚才跟阿姨聊 是不 我确说实话 对 咱不能说 夏天应该出个三年屋来的 出三年屋 咱们现在是西洋红了 对 是 你要说出个年八的 这行 对 最后咱们的目的就是咱们 你是不是主张登记 对 是 主张登记 可以 你别说可以 那有啥不可以的 我告诉你 你应该说 这个吧 登记吧 是对双方的一个保障 是最好的 咋的 都烦我这实惠人 你登的灰 是实惠灰的 我也不信 你也说那啥玩的 你眼花的 有啥亲眼的 涂一掌我也不涂一掌 那也不能说 不登记家包走了 那你这啥呀这腰啊 你瞅我那样我也不是那样人啊 我跟你说 我就实在带 他登记吧 是一个保障 大叔没有微信 在相互留个电话 你看我把纸拿回来 我就想什么呢 不是 这两方面吧 都因为对方还算可以 可以那说来进行交流下来 那么方式呢 就得通过电话 对对 挂电话呢我跟你说 你那边你给我挂过来 晚上我这边给你按捞 我给你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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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不来就样的我了 不不不不 这是对叶一 他明天你样坏了 这是对叶一的痛苦 好 谢谢 聊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能不能就是相处下去 就是俩人处处看 处处看呗 这玩意说不好 那你觉得是不是梁长青 是能相处看的 他能相处看 他还没啥 没有啥想法 我能可以跟他相处相处 如果是他本身愿意相处 我是没问题 刚才也是跟两个人相互 都谈了一下 觉得两个人都有相互 想去继续谈下去了解 相互了解 这个想法 对 咱就以后多没事 大叔都给阿姨打打电话 你也没有微信 你就打电话吧 可以可以 行不行 可以 然后阿姨你没事给你教教大叔 又有美心 微信聊天不更方便吗 对 你教我这些 我来华为的 行 那你教教他 然后你没事上帖领留的 他电视呢 阿姨没事上谁样来留的 俩人没事见见面 了解还都不错 那咱就握握手吧最后 行不行 俩人握握手 傅大叔和隋阿姨 今天见面之后 我觉得双方都不错 也表达了说想 双方想进一步 深入的相处一下 那电视机前呢 您如果也想找个伴 或者说给儿女找对象呢 热线红娘签红馅 快加会员 来留言 这大姨大叔都没灭灯 有戏 采访结束之后 大叔呢给咱热红娘 打来电话了 说已经主动给阿姨 打好几次电话了 大叔挺主动啊 这马上过年了 不行就一起过得了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俩人相向而行 多往一起凑 这没问题 但是不是真的适合 还得互相多品 仔细品 人说再婚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 这可不能含糊 在这儿呢咱们也祝福大叔和大姨 能够顺利发展修成正国 各位单身的老铁 只要您有一颗想脱单的心 心得着咱们大海热线的红娘 咱高低给您匹配上 快打电话 02423187222 或者现在打开手机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把您的联系方式 择偶条件都发过来 红娘就给您签线了 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明天晚上还是7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线接着了 热心茶 一天天眼看着 旭日变成夕阳 多宽夜 一年年风霜雨雪变化无常 那可不 一辈子谁不想活得也